近年來 中國高校畢業生人數持續攀升 競爭也越來越內卷 本科學歷的學生 在中國的就業變得越來越難 我到底有那麼差勁嗎?我一天應聘5家公司 最少也是3家 但是沒有1家公司的面試能通過 我真的快要崩潰了 利用中國重點大學的碩士 也因為就業而崩潰 我有的時候真的在想 我上大學到底有什麼意義 我大學學的是文案策劃專業 每週就那麼幾屆專業課 其他全是馬克思 近代是社會實踐課 就業課和創業課 反正就是什麼都懂一點 但是傻傻都不驚 結果出了學校發現 就我這個專業 尚沒上過大學的都會做 我從畢業之後開始面試了將近30多家公司 有的公司甚至是 實習期連工資都沒有 而且還不能轉正 這真是太瘋狂了 更有失業的女大學生發視頻吐槽 自己根本捨不得花錢 每天都在投簡歷 對於失業者來說 其實沒有工作日和週末的區別 只有能不能投簡歷和能不能去工作 還有 有沒有面試機會的區別 我覺得 現在能讓我出門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去面試 不然我是萬萬不會出門的 我當然知道 一個人在家會很煩 會很悶 可是 出門就意味著要花錢 我不想花錢 我也不想去外面吃飯 不想去逛街 不想去看電影 因為我沒有再賺錢 我沒有收入 也不捨得花錢 也不配去花錢去消費 我每天的生活很簡單 就是投簡歷 中國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 加上青年大學應屆畢業生將增至1179萬 同比增加21萬人 令就業形勢比往年更加嚴峻 但是奇葩的是 為了提升就業率 大陸多所學院呼籲畢業生不要只盯著公務員和研究所考試 更有一些院校建議學生到農村扶貧 據黑龍江黑河學院招生就業處微信公眾號3月2日的消息 校方在《指2024屆畢業生》的就業倡議書中稱 暫時未落實就業去向的同學們 要樹立先就業再擇業的觀念 不要只盯著升學考工考編 還可以報考特港教師 三支一福 西部計劃等基層服務項目 與此同時 浙江理工大學 福建師範大學經濟學院 海南師範大學等多所院校也都發出公開信和倡議書 內容大同小異 其中 福建師範大學經濟學院的倡議書稱 官方體制內和企業崗位共格有限 在此背景下 畢業生就業競爭激烈 就業形勢嚴峻 因此 建議畢業生參加三支一福 西部計劃等國家基層服務項目 並且還鼓勵學生應徵入伍 投身邊遠地區和基層一線等 而海南師範大學的公開信則呼籲 由於2024年 國際環境的複雜性 嚴峻性 不確定性上升 經濟壓力不小 因此 畢業生命要做的就是認清形勢 合理調整就業預期 不要妄自飛薄 三年疫情以來 中國經濟持續下滑 2023年夏季 超過1,150萬名大學生畢業 當時的青年失業率已經創歷史新高 據中共官方統計 2023年6月時 城市地區16至24歲的年輕人中 有21.3%的人失業 一些經濟學家估計 真值數次可能要高得多 伴隨持續升高的失業率 穩定提面的工作 在年輕人看來已經愈發難找 中國社會上的一些就業亂象也緊隨其後 首先是出現了花錢買工作的買賣 2024年中國信念期間 很多回鄉的年輕人集體表達了一種思想 那就是在外打工多賺錢 爭取早日攢一筆巨款 來買一份體面的工作 調查發現 在中國社交媒體 小紅書等社交平臺上 存在著很多掛羊頭 賣狗肉的企業 表面上是諮詢服務公司 而背地裡 他們的主營業務是操縱工作買賣 這些公司會將不同崗位明碼標價 比如中國最大的方便面生產商 康師傅等大型民企的一個工作崗位 標價在萬元人民幣不等 中國第一汽車集團一企和以其旗下的紅旗等國企 標價在20萬左右 有編制的央企 標價則為45萬以上 另有網友爆料 中國一家主要從事郵政業務的企業中國郵政的一個崗位的售價是12萬元人民幣 但是年薪卻並不高 其中 區縣的崗位年薪為68萬人民幣 市區的崗位的年薪會稍微高一點 這樣算下來 至少有兩年自己不吃不喝 才能把買工作的錢補上 在大環境內卷的情況下 並極論投一的情況愈發普遍 在小紅書等社交平台上 有關花錢買工作靠不靠譜 花錢買工作渠道推薦等帖子並不少些 有人直言 在不少地方 各行各業的多數好工作都是花錢買來的 不花錢已經上不了班了 胡惠是中國吉林省長春市的應屆碩士畢業生 而她的職業規劃是留在本地的一所民辦大學做教師 但卻多次面試失敗 吳以親 她在小紅書上發現了一份招聘簡歷 上面公布的竟然是她剛剛面試完的崗位 與該人力資源公司溝通後 她得知該面試的崗位售價為14萬元 這令她心灰意冷 原來面試沒用 花錢買才管用 而胡惠的室友也早早預示到買工作才是正道 從而選擇遠走他鄉 在海南打工賺錢 爭取早日攢購30萬回家鄉買一份穩定的工作 不僅如此 高學歷低就業的現象也是層出不窮 近日 四川信息職業技術學院發布的招聘騎士引發關注 招聘崗位需求依然表顯示 保衛處招聘保衛幹事兩名 要求1988年1月1日及以後出生 學位要求研究生學歷及以上學位 如果是退役軍官或公安類專業學歷的話 可放寬至本科 除此之外 連大學的招聘會上也都公然出現了服務員 洗碗工等基層工作崗位 2023年3月4日 在河南財經政法大學舉辦的人才招聘會上 多家酒店 餐飲企業在會上招聘服務員 梁菜師傅 行李員和洗碗工等基層人員 其中 服務員的月薪為3000至3999元人民幣 收音員的月薪則為2000至2999元 對此 鄭州市公共就業人才服務中心回應稱 本次招聘還有部分崗位是面向社會求職者 而一名餐飲公司招聘人員則稱 在應屆大學生招聘會議上 招聘上屬崗位並無不妥 有能力的大學生將來也有機會晉升管理層 該消息在網上發酵 引發熱議 有網友說 洗碗工近期管理層是客服太單純還是當學校太傻 還有網友直言 十年寒窗苦讀書 一朝畢業洗碗工 一本大學畢業入職後發現 你考上大專的同學和考上中專的同學 都在後廚和你一起刷碗 關鍵是你還真不一定洗得過別人 這不是魔幻現實主義小說 而是赤裸裸的現實 另有網友諷刺說 送走了廉價農民工時代 迎來了廉價的大學生時代 不過 吐槽的同時 也有網民不解 為什麼中共如此情緒把大學生哄拼到農村 首先 有學者認為 中共鼓勵畢業後去農村就業有更深層原因 是因為中共仍然觊觸臺灣 近日 中共的征兵文件將兵林市24歲的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作為重點征兵 尤其是農村要不留死小 外出務工上學都強制徵兵役 了解此事的李先生透露 北京牛店大學有學生爆料說 從2023年開始 河北農村戶口的大學生必須要求強制性徵兵役 但城市戶口暫不需要 對此 專家認為 中共擴大招兵是在準備一場大規模全面戰爭 雖然習近平目前無能力攻臺 但不排除為了擺脫危機或停而走險 旅澳法學家袁洪斌指出 之所以在農村強制徵兵是因為農民的人口基數在中國最大 而且 農村不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所以 一旦戰爭爆發 農村兵如果遭受重大傷亡 不會像城市兵那樣 迅速地引發最大的政治經濟效應 這是現在 中共大力招農村兵的一個根本原因 因此 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出 中共或者是習近平當局正在準備一場大規模的全面戰爭 不過 也有不少學者認為 這與中國經濟陷入衰退有關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博士分析指出 隨著清零政策後遺症的出現 產業鏈的外移 大量的合資企業 外資企業撤離中國 造成中國失業人口迅速增加 大規模的製造業 產業離開中國 造成農民工 青年人大規模的失業 雇員雇用減少 也會導致失業壓力特別高 從而也間接地導致了整個經濟的下滑 因此 中共不得不選擇加大宣傳力度 為了配合當局的穩就業政策 中共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紛紛獻級獻策 宣傳大學畢業生上山下鄉等這種高學歷低就業的工作 中共政界委員 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馬懷德 在2023年時 便呼籲高校畢業生從最基本的工作 最基礎的環境做起 中國工業大學化工學院教授90後全國人大代表王洪在談到中國大學生就業的問題時 也給學生們洗腦說 擇業不要侷限於那些大家認為好的職業和大城市 也可以選擇回到農村 而中共全國人大代表天農空武集團董事長張天任 更是擬提交關於引導大學生入職農民隊伍的報告 以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也曾親自站出宣傳 2023年5月 中共黨媒新華社的一篇報導引起了眾怒 報導提起習近平在給學生的信中說 你們在信中說 走進鄉土中國深處 才深刻理解什麼是實事求是 怎麼去聯繫群眾 青年人就要自嘲苦吃 說得很好 新時代中國青年就應該有這股精氣神 很多分析提到 習近平的做法將跟共產主義帶到中國的毛澤東當年的做法一樣 看起來好像 廣闊天地 大有作為 其實 掩蓋經濟衰退 失業率高起的窘迫 騙青年下鄉 疑似解決青年失業問題 文革研究專家 美國加州大學 總對教授宋永毅接受自由亞洲電臺的採訪時直指 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那套洗腦和愈眠政策 毛澤東時代 把知識青年派到鄉下去 把知識青年農民化 把他們的知識等級降低 告訴青年 吃苦是有理想 有志氣的表現 這是愚昧 沒事找事 沒苦找苦 這是對人類文明的一種嘲笑 宋永毅表示 領導人要青年 最著苦吃這種說法 要在美國和臺灣等民主國家 領導人肯定被轟下臺 但悲哀的是 中國沒有選舉制度 老百姓沒這權利 另有臺灣韜略策進會秘書長吳建中在接受採訪提到 除了習近平 全中國 全世界都知道 中國經濟急劇下滑 中國在科技轉型 產業轉型遭到重挫 遭受全世界圍堵 中共提出的解放竟然是青年下鄉 那麼近兩城青年失業 下鄉就能解決問題嗎 吳建中認為 把農民都趕回鄉 趕下鄉 就沒有所謂失業問題 什麼振興鄉村 美麗農村計劃 喊得好聽 實際 中共藉此扭曲 打消失業率 也有網民表示 建議這些中共的代表先將自己的兒女送到農村 起個表率作用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所研究員荔日銘也表示 高失業率也不會迫使年輕人去農村工作 因為農村地區沒有他們想從事的工作 還有追蹤中國網際網絡的網站《中國數字時代》的一條評論總結了這種情緒 這群混蛋確實脫離群眾太久了 那麼 放眼望去 2024年中國大學生的就業率是否會有所突破 很多人表示並不看好 2024年3月3日 全國政協委員 上海科技館館長倪敏傾向中共黨媒表示 2024年將關注科學教育和大學生就業問題 他還建議 所有單位都能拿出一些崗位給大學生用於就業 不過 此說法也很快引起民眾質疑 相關話題登上大陸社交平臺熱搜網 網民留言說 你們是真的只提意見 不提解決辦法和遇到問題的應對措施啊? 好耍流氓啊 拍個腦袋 喊句口號嘛 誰去了那地方都是說一堆漂亮話 爛透了 這都是什麼飯桶專家?空談 另有網民表示 挺多的現在發工資都費勁 欠不少債 怎麼拿出崗位呢?別的地方不了解 反正我周邊知道的國央企都市集的 建議提建議的人退休讓出崗位 也有不少大學生為了避免畢業級失業 因此不得不選擇報考研究生 繼續深造 2024年2月份時 陸媒經濟觀察報報導說 2016年 全國研究生招生數肥66.7億萬人 而2022年招生人數擴大至124.25萬人 幾乎翻倍 然而 這一現象卻導致近期在北京 上海等地一些院校 出現宿舍供不應求的情況 甚至不再向研究生提供宿舍 報導說 不少高校早已在老校區之外建設新校區 但隨著時間推移 這些位於郊區的新校區也不堪重負 已公布2024年度招生簡章的學校 例如北京大學 南開大學和復旦大學等知名院校 明確不在位 全日制專業碩士生提供宿舍 有學校將教職員工宿舍騰挪出給學生住 或直接安排學生在校外租賃宿舍 也有學校對宿舍進行改造擴充 設法起出更多床位 原因很簡單 學校已經裝不下了 不過 來自北京的武長河發文說 沒有宿舍並不可怕 自己外面找住處只是單純的費用問題 再苦再難 孩子考上了 家長都會省吃鹹用的去工 可怕是畢業後 本科生的擴招 使得招聘市場的企業變得挑挑挑挑挑挑 不是985 211 不是雙一流 基本沒啥選擇 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 因為企業不需要那麼多的人 和科幻學生放進去工обр習